大家好,Dipson谈艺术,上一次给大家谈了一下这个艺术的这个修养,包括艺术的一些我的看法,那么这一次我接着谈一下啊,大概两三分钟吧,时间不太长,因为我这边的话,我向上传这个录像的话也比较慢, 我的订阅人只有四个,所以说不能开通直播,所以说我只能每次都给大家就是向上传,传我一些见解,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国内的人,很多人认为这个素描必须要表现光影啊,必须要表现这些我们说的这种明暗啊, 这样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才算是素描,但是我看很多作品啊,尤其西方的那些作品,其实很简单,聊聊几笔,那也就是素描, 所以说很多国内的这种认为呢,就是说素描在国内不能称之为素描,但在西方的认同呢,是素写就是素描, 其实素描呢,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括,一个理解,把你对形体的,包括空间,包括明暗的这种关系,简单体现出来,如果你只表现结构,这样的形式呢,我认为也是素描, 所以说那种单线的,没有明暗的,没有光影的,它依然是素描,那我就谈这么多,感谢大家支持,多多订阅和关注我吧。